欢迎再一次回到我们腾讯视频新光日的直播间 那现在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 是我们的新近的国民老公胡一天 来 欢迎我们胡一天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演员胡一天 好了 真的是言简易感 对 他还特别强调了我是演员胡一天 所以今天拿到的这个荣誉是潜力男演员是吧 对 那你觉得自己在演员这件事情上 已经做到了哪一个层级 以后还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这个我倒不敢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评价 只能说感谢大家现在对我的认可 还有平台对我的认可 当然是希望以后能有更加有诚意 更加优秀的作品能够回馈给大家 对 因为这个角色就是小美好里面的这个角色 就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嘛 就你觉得你自己本人和这个角色相似吗 其实我本人跟这个角色还是比较相似的 就比如说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摩羯座 然后也会有一些高冷慢热 还是比较像江城 所以你也喜欢就是身高差 比较反差比较大的这种 挺萌的 挺萌的 对 那其实火了之后就小美好火了之后 会不会对你的生活现在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 就是比如说会有一些粉丝跟行程之类的 然后会有一些受宠若惊吧 对 其实今天也可以看到就是来参加我们腾讯视频 到底星光市集的时候 是有很多很多粉丝是冲着我们的那个新进老公来的 我也看到他们在外面会追着你 那像 对 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吗 现在天气冷了 然后你们无紧点衣服 别动着了 会害羞 就第一次有人来给你接机的时候 你当时是看到什么样的场面 然后你当时会有一点害怕 还是说惊喜 还是就是意外这种感觉 就是意外中透露着受宠若惊 然后但也会有些担忧 就主要怕比如说大家会影响到机场的秩序 或者说大家可能会发生一些踩踏什么的 主要是这样 当时我看到那个场面真的很像春运 真的就机场那个场面 所以就是自己会紧张吗 就是在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 担心更多一点 紧张也会 还是担心粉丝更多一点 果然是摩羯座 我也是摩羯座 晚你五天 所以会看出来就是真的还 不要这么detail OK 那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接下来你的工作计划吗 就新的这一年 会不会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剧本 或者是一些可以让你挑选的角色来找上门 新的一年 大家肯定还是能在萤幕上见到我的 然后工作这块 其实我跟公司还是比较大臣一致的 就是今后的工作选择上会更加偏谨慎一些 然后具体的话 那就真的不太方便透露了 对 又是不能说的秘密 对对对 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 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 明年胡一天会有更多更好的角色呈现给大家 是的 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嗯 嗯 谢谢大家